蘿蔔超便宜的 哈囉 大家好 蘿蔔超便宜的 這麼大一條蘿蔔才十塊錢 所以今天我們要來做蘿蔔糕 十塊錢 它比你的小手臂還要粗還要長 對 首先蘿蔔糕最簡單的就是 蘿蔔跟再來米粉 再來米粉的話你要看一下 像我今天買的這個牌子叫做 奇聖 我之前還做了一個影片 它就是古早味的蘿蔔糕 那一次我用的是日鎮 的那個粉 那你要翻過來看一下 它背面的成分 像這個的成分 你看它的成分就很簡單 就是再來米 那我上次用的那個成分 它裡面就包含了很多像 馬鈴薯澱粉 那個是蘿蔔糕專用粉 對它是已經合成好的 那像這個的話是沒有合成過的 它就是很純粹就是再來米粉 那我們今天就是要用這個再來米粉來做 好我們先來處理這個蘿蔔 削好皮的這個蘿蔔啊 我用了一根半是1269公克 OK好 那我們現在要開始來刨這個蘿蔔 為什麼要秤這個重量呢 我現在跟大家講 好你蘿蔔絲要用切的 或者是像用這種刨槍 用刨的都可以 這蘿蔔絲已經刨好了 剛才我們有秤重量 它是1200多 那我們就算1200公克 這樣你會比較好記 就是你用多少的蘿蔔 就加多少的水 好所以我一樣加了1200公克的水 這什麼水 就是生水就可以了 因為我們現在要把它煮滾 紫蘭水 對紫蘭水 對紫蘭水 很多人在做這個蘿蔔糕的時候啊 它很容易失敗 就是它沒有結在一起 就是它會散開 有可能是你的水跟你的蘿蔔的比例不對 好 那我們現在記得就是 多少蘿蔔就是多少水 先把它煮開 第二個部分我們就來處理這個粉漿 剛才我們說這個再來米粉 好 500公克 一包通常都是500公克 多少粉就加多少水 我們就加500公克的水進來 好 接著 我們就把調味料加進來囉 這個是鹽巴 鹽巴 砂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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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是一些味精 再來是 胡椒粉 這種 我今天做的這個味道啊 它其實是偏於傳統的古早味的台式蘿蔔糕 跟港式蘿蔔糕的中間 這個是 一般台式蘿蔔糕是夾到這邊 那我現在多加了這個紅蔥頭 加了紅蔥頭 它的香氣會特別香 那如果你要做的是港式蘿蔔糕呢 在這個時候你可以再加一些 炒的蝦米啊 臘肉還有香菇丁再加進來 好 那我們今天用的這種方法是更簡單 所以如果你想要做港式蘿蔔糕 或是古早味的台式蘿蔔糕 我會把連結放在下面 那很多人他在這個地方 他就失敗了 為什麼你知道嗎 這個粉是在來米粉 對不對 在來米粉它其實沒有黏性 如果它沒有黏性 你又把蘿蔔水加進來 它最後蒸熟它是散開的 所以我們這時候要加一個這個 太白粉 太白粉 所以應該我為什麼跟大家講說 你要看一下它的包裝背面 它的粉是什麼粉 如果它是已經調和好的粉的話 你就不需要再加這個了 好這個太白粉它最主要就是 把這些食材 就有點類似像勾芡的那種感覺 就把它全部都兜在一起 所以你剛說的是 之前我們買日鎮的蘿蔔糕粉 對 所以這些太白粉啊 什麼它都加在裡面了 它已經加好了 可是它也不叫蘿蔔糕粉 它就叫做再來米粉 但是你去看它背面的成分 那我上一集的古早味蘿蔔糕 就是用日鎮的牌子 然後直接照著它日鎮背面的那個做法 好 一五一十的照著做 那做出來的蘿蔔糕 它的口感確實就是台式蘿蔔糕 它就比較Q一點 比較不像港式蘿蔔糕這麼軟 對 口感不一樣 好 這個粉漿我們先把它攪勻就好了 粉漿已經這樣子就差不多了 最後我們補上一些香油提香 我們現在找這個容器 然後在這個容器上面 我們先抹一些些油 這樣子 等一下我們蒸好以後 它比較容易脫模 不會黏在上面 這個時候我們的蘿蔔已經大滾了 一定要煮到大滾喔 趁大滾的時候 我們現在要快速的把它加到這裡面來 趁熱 很多人會失敗也是在這一步喔 就是 水不夠滾 水不夠滾的話 你這個它就沒有辦法糊化 趁熱動作快 趕快把它攪在一起 把它攪拌均勻 來你看有沒有看到它越來越白了對不對 對 然後越來越硬 對 其實是變得糊化的開始 糊化 對 好那我跟大家分享一個 假如你這個時候 假如它沒有結塊怎麼辦 趕快拿回來鍋子這邊 我们在开火就在锅子上面直接这样搅拌 这个阶段就是你一定要搅拌到这样子 它已经糊化了你才能装模 有些人就是不懂 这个时候它其实是稀的 它没有糊化它就装模 装了模以后 你蒸出来的萝卜膏也是一样就毁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讲解的 比较容易犯错失败的点 一个就是在这边 第二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没有加太白粉这些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装进来这个模具里面 啊这么快啊 对啊 这样我们等一下就可以去蒸了 这么简单 对 而且你看我们这萝卜丝 超多 其实萝卜你想要多加一点都ok 就是水量的控制要控制好 多少萝卜就是多少水 好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啊 这个啊我们现在已经装模装好了 把它蒸一下 这样它里头不会有太多空气 接着我们上面撒一点点油 你也可以用香油 用香油比较香 好 因为这个它会很黏 我们就用这个汤匙有没有 沾着这个油把它整形一下 而且等下你蒸起来的时候 它上面会油亮油亮的比较漂亮 你看我们这样子萝卜才花了15块 然后粉呢粉多少钱 粉50块差不多 好那其他的这些加一加 你看可以做这么多 所以大家一定要自己做做看 而且自从我做了这个萝卜糕之后啊 我们家的那个萝卜糕有时候我偷懒 我去外面用买的 人家外面那个现成的那一种啊 我儿子他们都不吃耶 他们都跟我说那个好难吃哦 自己做的真的比较好吃 而且我之前出的这个影片 就是像港式萝卜糕啊 这些很多朋友都有试做 而且好多留言哦 他们都跟我说 这是他们吃过最好吃的萝卜糕 那我今天做的这个呢 其实就是又比港式萝卜糕 再简单一点点 大家可以试试看 这样我们就拿去蒸咯 水滚了 把我们这两层的萝卜糕 就可以上锅了 大火 蒸30分钟 好计时开始 30分钟 30分钟到咯 有看到吗 有 看到神仙 现在还水水的 我们把它拿出来 让它放凉 大家看一下 这个蒸好的萝卜糕 刚拿出来 它上面会有一点水分 那我们可以 稍微用餐巾纸把它吸一下 你如果不理它也可以啦 它等一下凉了以后 它就干了 还有就是 如果你没有蒸笼的话 其实可以直接像这样子 我们就放在电锅里头蒸 放两碗的水放进去蒸 跳起来就熟了 好 其实现在这样就很好吃 哇 你没看到我们萝卜丝 一条一条都是萝卜丝 超漂亮的 自己做就是这样 真材实料 大家没看到这萝卜丝 超多的 吃一口看看 其实这样吃就好好吃 而且这时候吃它是绵命的 煎着吃啊 它就是吃外面脆脆的 我觉得这个应该 等一下就被我吃掉一半了 大家一定要试试看 因为萝卜现在真的超便宜 而且真的很好吃 而且好像很好做耶 而且真的很好做 而且我已经把方法 把它归纳出来 最简单的方法 你就可以做出很好吃 比如外面 专业的那个萝卜糕 还要好吃的萝卜糕 还是你有没有做过 失败的萝卜糕的经验呢 大家可以互相交流分享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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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